哈喽 重新上过线了 我们现在看一下 网数会清楚吗 刚才讲了那么多 不知道你们有听到吗 可以吗 现在上到线吗 最近的网数都很不好 现在清楚多了吗 可以吗 清楚吗 ok 好 可以了哈 ok 清楚很多了 很好 ok 刚才讲到哪里呢 刚才讲到这个立春开运符 一个很重要的接天地之气法 就是我们对应天地人的三个穴位 这个东西刚才讲过了哈 ok 还是刚才那一部分有讲到吗 ok 现在全部都清楚了哈 现在全部都清楚了 很好 ok 刚才讲到哪一个重点呢 你们听到的是哪一边就断掉 可以可能给我知道哈 这样我就继续 要不然的话我就记得 我讲的是到那个财库的哈 到财库的到银行那边的存钱的哈 因为刚才有讲到的就是 可能你看到一些网络啦 他就会网站或者是什么资讯 报纸之类的 告诉你 这个存钱的话 能够的话就在网络上转站 那对我来说呢 其实是不可以的哈 因为当然我们要去到的地方 是我们的财库 我们的财库就是我们的银行 大财库在银行哈 所以怎样的历存这一天呢 最好呢 就是去一下财库 就是大财库那边去那边 进一下钱那是最好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自己踏入在 我们的大财库里面 所以无论如何都是要去一探的哈 可是可能会出现一个问题 那就是在这一天的时候 ATMMachine已经满了 那个钱进不到去 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是一个很头痛的 因为当天一定很多人排队去进钱的 那么再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当天是年三十嘛 银行可能就没有开 银行没有开 我们只可以去ATM进 所以也会面临到一个钱满了 进不到钱的这一个问题哈 OK 所以 嗯 OK所以刚才已经讲到钱进不到的问题 看到有人写哈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的建议是我 我建议一下给大家哈 我们每个人进的钱不要太多 进一个意思就行了 你可以进一个一百块 这样子就OK了 他只是一个意思 就是说你要他去银行一下 然后让你的户口走一下 进一下钱动一下 可以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可以进这样子的 或者是去钞票 那个进支票的那个Machine 把支票投进去也算 OK 所以这样子的方式 大家又不会说 我拿了一大铁钱我进好多好多好多 这样别人不用进Machine满了 所以不要有这样子的状况 所以我们大概进一点点 一个意思就行了 其他让给其他人 因为每个人都想进钱 所以这一天我们去到银行的时候 记得不用太多钱 不用进太多钱哈 那我平时是进这样一天 所以这次我看我也是进一点点就行 不然的话 真的会引起一些麻烦 很多后面的人可能就进不到钱了 就就对大家都不好嘛 他一定很三心的进不到钱哈 所以进钱的时间表呢 其实我在网络上有分享给你们 进钱的时间表 这一次进钱的时间表 他分两个哈 你一定要根据自己的生效来进钱 我这里有特别著名的自己的生效 然后一定要根据时间表 一个是望正财的时间段 问正财的时间段 你可以根据望正财的时间段 你找大级或级利的时间 看自己的生效几点到几点 这个时候去银行排队进钱 最好一定要去银行 银行就是我们的大财库 不是网络上的 不是网络上 不一样的 那么在正财的时间段进钱了 过后 这一次呢 我再设计给大家 那就是望恨财的时间段 就是偏财时间段 在偏财时间段 你也可以再过去银行 再进多第二次 所以变成我会进两次 一个在正财 一个在恨财 偏财的时间段 竟然是这样 ATM不是更满 更糟糕 更多人去银行 所以这次呢 所以就呼吁大家 告诉大家 我们进钱 不要进太多 不然的话 影响到后面的人 没得进 所以进一个意思就行了 明白吗 如果你有很多 这个account的话 你不需要每一个account去进的 你只需要进 你觉得方便的 然后重要的account 那就行了 不用每一个 只要有一个意识 进钱 还有那一个 那个吉祥的意义 在里面 那就行了 那本身呢 我会进的是两个 我会进一个我私人的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的来往复口 就是公司的 我会进两个 所以这其他的 你们就看自己所需要的 你希望希望多少个你可以自己去衡量 没关系的 ok 那么 还有什么特别的问题吗 关于这个 那立春的 这个为什么我会在 这么早以前 我先跟大家讲 立春开运的这方式 因为我觉得大家做好准备 今年呢 今年立春就落在年三十 就是除夕夜 除夕的这一天 所以大家一定要提早做好准备 不能够去到旺的地方的话 起码你有立春开运服 你有皇帝加持 有皇器 把皇器自己带在身上 那很多问题你都解决了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给 元环子孙 就是我们华人子弟 带来的一个福利 祝福的 从宣言环帝很远的地方 带给大家的一个祝福 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珍惜你的 立春开运服 也希望每一个华人都能够有 我的立春开运服 或皇帝加持的应战 让你在来临的这个2019年 几亥年 诸年里面 运势大开 所以这个是在宣言皇帝面前 特别去宣示 帮助到我们海内外元皇子孙 开运的一种方式 经过宣言皇帝的加持 是很不一样的 有power的 ok 所以 当然 要做很多件给华人 给你们 只要很多钱 所以我是很有限的 只做了3500件 就是随便 有缘的人可以拿到我的衣服 ok 再来看一下你们的问题 ok 如果是出国的话 家人可以帮忙进钱吗 也是可以的 家人如果是真的真的是你自己不可以的话 我们换一个方式就是用家人的叫他帮忙去他的户口进钱 其实也是可以的 当然最好呢就是自己踏入到这个地方 你能操作到大财库里面自己去进钱 那是最好的 ok ok 接下来再看一下你们有什么问题 都买不到啊 很多人就买不到 我告诉你 我们在第一次卖的时候 一早上就7点就有人排队 可是在基隆坡那边听说6点就有人排队了 那第二次卖的话 我们早上6点半过去店的时候 我的工人6点半去店里面 就看到有人已经在门口排队了 所以 你看我们这个绿村开衣服的确是很大的影响力 也很大的吸引力 让很多华人子弟 会特别就是特别的想要得到这个衣服 现在只剩下一点点 剩下一点点不多了 那么就是只放在网络上卖 所以如果要的话就联络0187838282 这个号码去联系 ok ok 还有关于到什么问题吗 其他的就是 就是这一天呢 还有我觉得也是蛮重要一点 就是这一天呢 就是要保持心情开朗 然后不要骂人 不要吵架 然后也不要还钱给人 就有什么债务要还的之类这样子不要 但是如果你去外面买东西吃 你要还钱 买东西吃 那可以那没问题的 那还钱吃东西那种ok 但是讨债比如说 我欠你多少钱 或者是 supplier来追钱之类这样子 那种你就不要缓 这一天千万不要出钱 ok 你一定要等 新年过后才来 ok 有些人说如果没有我的立存开运符那怎么办 我也是在想这个问题 因为我也是希望 我希望所有我懂的 懂我的华人子弟 我们元环子孙华人子弟 都能够有先元环帝加持的立存开运符 我很希望 因为我觉得我那么用心跑了这么远去做了这加持的东西 不是只是为了这三千五百个人能够得到这个立存开运符 我想要的是更多更多人受惠 所以我正在想什么样的方式让更多人受惠 给我一点时间 我想一下怎么办 所以这个是我希望能够做到的 我希望能够帮助到很多华人 因为我觉得我们都是同一个根 同一个祖 所以我们的祖先都是 宣言皇帝 我们都是 我们的人文始祖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有这方面的知识 有这方面的能力 能够为元环子孙 能够为我们华人子弟带来一些开运的方式 那我一定要把我的这个 把我懂的东西发扬广大 我一定要把这个东西文化传承下去 所以我特别就要去思考更多东西给大家 给我一点时间 我会告诉你们应该怎么做 如果真的拿不到我立存开运符的话 我会告诉你们应该怎么做 所以只是给一点时间 我再仔细的想一下 那个整个怎么办 因为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 要帮助的人也很多 所以让我再想想一下 感觉到责任很重一下 所以压力越来越大 所以你看我 OK 靠近新年是所有风水命理是很忙碌的时间段 这无可否论的大部分都是这个样子 我们有很多责任 我们的一个职业叫做天职 OK 风水师命理师的职业叫天职 我师父跟我讲的 我们的职业叫天职 听起来多好听 就是老天爷 特别选的一群人出来做这个职业 所以是非常的神圣 非常伟大的 因为我们的职业 我们做的东西其实就是影响着别人 所以我们自己的持产能量要很强 所以身为一个风水师命理师呢 你一定要看他是正能量的 持产强的 然后就是不能走邪门歪道的 不能够跑不好的东西的 因为他会影响到别人 那么也是影响到自己 就是我们自己会有一些不好的报应等等的 他会有一些这样子的作用 所以我一定要走的很正 OK 所以这就是当初投入这个行业的时候 所一定要有自己的一个想法 一个方向 一个理念 所以这个理念永远不可以变的 OK 明天我的公司就是 明天我的公司就是Annual Dinner Annual Dinner就是 我们就回馈给我的员工 对于公司里面一整年的付出 所以我们会有Annual Dinner 我觉得一个事业的成功 其实不能够靠一个人 比如说我现在的事业 我的风水公司 我的什么都做到很成功 对我来说已经很不错 很成功了 当然这个功劳不一定是我一个人的 所以我也付出很多努力 当然我觉得团队很重要 所以这个团队就是我的员工们 一起聘奸作战 当我搞什么活动 他们就在后面支持我 我要去做什么东西 他们都一定要支持我 这就是一个团队的重要性 所以你看我每次都讲 团队的重要性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像西天起经 那个唐三战去西天起经的这个故事 就是 所以他唐三战有沙和善 还有孙悟空 还有猪八戒 他们四个师徒一起去取经 那么取经到最后 大家都成仙 成佛了 那整个团队的重要性 其实就是 唐三战他成佛 赫礼 因为他 他付出很多 他就是 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 那孙悟空 他成佛也赫礼 因为 他就是一直打 想要除魔 保护师父 所以他有这个条件 那沙和善 沙和善 成佛也赫礼 因为他认劳认怨的 他也付出很多 可是 猪八戒成佛呢 就感觉上不合理了 为什么呢 猪八戒他好自然做 又好色 又遇到什么事情 都逃跑 都躲着 所以他就惹麻烦的一个 干嘛也可以成佛呢 所以感觉上就不 不大合理了 原来就是 这就告诉你们 这故事就告诉大家说 团队的重要性 所以一个团队里面 如果跟对了 跟对了你自己的领导 进对的团队 那大家就可以一起成佛 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所以这个是在中国那时候 去东海的时候 他们一直拿来讲的 所以对我印象很深 我觉得对对对 团队很重要 所以就 我也很感谢我的团队 如果有机会 你们来看到我的团队 其实蛮强的 我们的团队里面 每个都很专业 然后我们也有一支 提供很好的训练 然后就是总而言之 你加入我的团队 你加入我的大家庭 你就是我的一份子 所以要成功 大家一起成功 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态 就感觉上是一家人的 那个感觉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工作呢 不只是为了钱 工作还是可以有很多 开心的事情在里面的 OK 有人说声音开始撒哑了 我也是觉得 声音开始撒哑了 所以团队的一整个合作精神呢 我是希望大家做事业的 不管你是打工的还是创业的 你一定要知道 自己投入的这个团队 是正确的嘛 所以团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因为很多东西不是靠你一个人去做 一个人在前面跑拼 可是回头看的时候 后面没人跟上来 自己做的要死 当然如果你是一个很群奋的员工 可是你发现到老板都没能力 老板都不会向前走 老板太懒惰了 老板没目标 没眼光 没眼见 感觉上这间公司就没有前途了 所以他的团队他包括了很多东西 但最重要的还是一个领导 永远时候是最重要的 因为一个对的领导才能够带领整个团队 然后当对的领导在前面走的话 团队里面有一些懒惰的 没什么表现 没什么贡献的 他慢慢的也会因为受团队的影响 而产生一些改变 所以每个团队里面总是有猪八戒的嘛 对吗 所以我是觉得 跟对一个领导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一个领导也要有一个团队在后面支持他 所以也是非常重要 所以这个NOD其实就是在感谢大家一整年的付出 所以我们也是对员工也是觉得很感激 那有机会就带他们去旅行 有机会就有很多东西分享给他们 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开心 这是非常重要的 对我来说 进入了我的团队就是我的家人 所以当有员工要辞职还是什么 其实我蛮伤心的 因为我觉得进来的就不要走 不给你走 这样子的心态 我有一点这样子的心态 OK 接下来呢 你们要讲什么东西 我看一下 其实当我的员工也不一定说很幸福 因为你要知道我给的压力是很大的 因为我对自己的要求很高 所以对他们的要求自然也会高 所以大家都有压力 但是很多人就会从我的压力中慢慢去学习 去成长 然后去改变自己 所以我觉得就是 一个改变是很好的 如果你在一个没有压力的工作环境 或者没有要求的工作环境 你还是保持着你原本的你 那你很难突破自己 所以对于我来说 我会一直把人家 人会把我的员工推向更高一点 所以这就是我 我很喜欢做的事情 因为我觉得我们人一直向前看 你一个月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 你一个月不努力不付出 你还是过这一个月 可是当你努力的付出去好好的利用一个月的时间 去表现你的才华 去尽量去做你能够做的东西 那你其实是很有满足感的 OK 所以每一个月每一个月 我都鼓励大家的提升和改变 这就是我的经营模式 OK 有优异症的话就不能应征了吗 有优异症啊 看情况吧 看情况吧 优异症其实是 我觉得还可以控制的 它通过很多方式去控制 可能通过药物 也可能通过身边人对你的关怀 然后多接触朋友 多接触东西 它会慢慢去改进的 所以优异症它还要看是哪一种状况 所以 优异症的人最怕就是 仅仅一个人 然后没有人倾诉 那才是最恐怖的 超龄员工 超龄员工 没关系啊 其实我的店里面很多超龄的员工 我也是照收的 因为我觉得年龄不是问题 最重要是 这个态度 OK 有人说 我们的 有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你说什么 有报道 有报道说 今年无春 对吗 今年无历春 我看一下 今年无历春日 问我对不对 有人说今年无历春日 把日历再拿上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所以有些暴躁 所以有些暴躁 其实我也看到了 我只是看了就一笑自知就没有去踩它了 因为怎么可能 OK 很多人就搞不清楚 那是历春 所以我在我的直播里面还特别特别做了一面关于历春的历春的开始是在2月4号 2月4号呢 就是历春就是生肖转换也是正式进入猪年的第一天 2月4号这一天 正式进入猪年的第一天 所以猪年的开始是从2月4号早上11点14分 我们就已经进入了猪年了 所以不管那一个年份里面 有些年份里面有两个历春 年头一次年尾一次的历春 那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以节日的方式来看 它不是以节气的方式来看 节日呢 我上次也有讲过 我们叫元旦 我们有节日 我们有节气 元旦就是阿摩的 鬼老的1月1号 新年叫做元旦 就2019年1月1号就是元旦的 那节日呢 就是春节就是节日 就是农历正月初一是节日 因为它是春节 是我们的华人的新年节日 那是节日 不是节气 那节气呢 是24节气 只有历春的这一天呢 才是节气的变化 节气的开始 所以搞清楚 那是三种日子 所以元旦 节日和节气 OK 所以 节气才是生效的转换 可是很多人不大明白这一点 他只知道 正月初一就是新年 然后就到年尾去 正月初一就是新年 可是正式来说 正月初一只是节日上 我们讲农节的 节日上的新年 可是正式的新年 就是节气 开始进入春天的日子 不是以正月初一开始的 所以我们不要搞错 而且生效转换也是非常重要 但很多人一直搞错了 认为正月初一就是生效的 转换的开始 也是错的 所以我们的生效 华人的生效 进入新的一年的生效 是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华人生效 代表着我们的一个身份来的 所以你这个小孩子出生 是属猪的还是属狗的 那就很严重了 因为接下来我们的生效文化 将会影响到他一生人的东西了 包括他的结婚折日 包括他的大日子等等 所有东西 他的禁忌要避忌的 之类这样子 都跟他的生效有着很大关系 所以如果你正月初一 而断定一个新的年份开始 就是诸年的开始 在正月初一的话 那你大错特错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很多人弄错的一个东西 也只有风水命理还有天文学里面认定的 就是节气转换 才是生效的变化 所以节气那一个才是重要 所以正月初一 虽然正月初一是2月5号开始 其实没有看到立春的 为什么呢 因为立春已经在2月4号开始了 所以进入正月初一的时候 没有立春 所以报章上写的就是 这一个新年里面 无春日 就是正月初一过后没有立春 很多时候立春是在正月初一过后 比如说去年还是 好像是在初七的时间 初七还是初几万的 那这个时候就是在新年过后 才有进入立春 所以新年过后进入立春 他叫做这一年里面有春 有这个立春 可是新年之前就已经进入立春 他们就称作 这一个年份里面无春日 这样子来说 可是这个有什么关系呢 总而言之就是立春2月4号开始 你已经进入新的一年了 所以在正月初一的时候 你也是在租年了 明白吗 明白他的原理吗 其实不管什么东西 每一年只要到了立春这一天 他就是新的一年的转换 他根本都不管那个节日 节日只是我们拿来习惯性的 庆祝一些佛动 节日拿来用 其实他不是这个样子的用意的 他真实来说 他一定要看正月初一 他跟元旦一样的 是没有什么特别的用意的 就是我们华人喜欢 在正月初一做事情 华人喜欢在正月初一过新年 其实过新年 你一定要在立春这一天 是大日子 是过年的第一天来的 清楚吗 明白吗 所以为什么叫无春日呢 那无春年呢 因为2月4号就是 年三十已经进入立春了 所以正月初一过后 你没有再看到立春了 因为立春已经开始了 明白吗 OK 所以搞清楚 但无春和有春 其实没什么大问题的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只在乎的是立春的开始 这一个年份里面 他只要是2月4号 就是诸年的开始 所以每一个2月4号 或者2月5号 他就是新的一个年份开始 那么他跟这个 朱年有什么关系 总一直 那一天已经开始朱年 周年已经有了 所以正月里面 没有立春又如何 反正都已经开始了 明白这个道理吗 所以不要搞错 不要以为是无春日 那无春年又怎样 对吗 要明白 搞清楚这个状况 所以这里写的很清楚 我的日历里面写的很清楚 立春是在2月4号 看清楚 2月4号立春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节日 正月初一 农历新年的节日 是在2月5号 所以2月5号 他们很喜欢把这一个 断定成新的一年 其实不是 他一定要从2月4号 才可以断定成新的一年的开始 在这边 这个才是真正 春天的第一天开始 在2月4号 不是在2月5号 所以这一个年份 有春无春没关系的 总而言之我 2月4号已经新的一年开始 2月4号 11点14分 出生的小孩 生肖就已经开始数猪了 11点13分 出生的小孩 生肖是属狗的 所以我们的生肖文化绝对不能够弄错 所以我的那一个直播里面 也曾经跟大家很仔细的分析过 生肖文化的这个重要性 因为生肖文化 它影响着我们华人子弟一生 很多东西 很多决定 所以不要搞错自己的生肖 也没有所谓的狗尾猪头 之类这样的 一个尾一个头 这绝对不会有这种生肖 你就是清清楚楚的一个生肖 清楚吗 understand 所以会有很奇怪的一些问题 当你看到报章这样写 我也是无言以对 明明2月4号已经进入新的一年 你何必在乎正月初一的东西 正月初一只是一个节日的说法 而不是一个节气 24节气是多么重要的 你们知道吗 24节气是中国第五大发明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中国第五大发明 24节气影响着周边国家多少个影响 你知道吗 还有夏至什么之类 英国他们那边在古代的时候 都已经利用这24节气来断定 整年里面的收成 还有什么时候要注意些什么东西 农作上的运作 还有就是他们的整个整个生活影响 其实就全部从24节气开始了 所以24节气是一个轨道来的 所以我还特地在那个直播里面 还画了一个地球太阳之类这样子的 就是太地球 又要再讲一次 地球本身是自转的 地球它是一个天文来的 24节气太重要的 跟我们的正月初一进入农结 那个如果你说起来 那个不大重要 真是重要是在24节气 因为它是受公认的 而且是中国第五大发明 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非常重要的 它进入了一个很重要的境界里面 你们可以上网去查 所以不是农历的正月初一 所以那个地球本身是自转的 对 知道 自转和公转 我们读书的时候有读过 地球本身是带着月球自转 那么它是围绕着一个轨道 那个轨道就叫做黄道 然后中间是太阳 地球是自转 然后在围绕着轨道逆时中的旋转太阳一圈 旋转一天就是365天 5个小时48分钟46秒 分秒不差 它就永恒的这样子一直旋转 逆着时中一直旋转的太阳 它这样子的一个模式 这个就叫做公转 旋转一圈叫公转 那一条轨道就叫黄道 所以这一条轨道不会变 旋转的速度不会变 就是以每秒30公里的高速度 围绕着太阳旋转的 这个不会变的 所以它就是一直这样旋转 每一年永久性的就这样子 所以我们才会有这样一年365天的 5个小时48分钟46秒 所以这个 然后每到的一个点地球一直旋转 然后每到的太阳的一个点 它就会产生不同的季节变化 就是一个春天的开始 一个春天的结束 然后一个冬天的开始 一个冬天的结束 春夏秋冬季节的变化 所以24节气是根据天文运行的这一条轨道 就是地球公转的这一条环道 来计算的点 它所到的点 而产生的变化 季节性的变化 所以 历春就是从这边开始计算起来的 历春历夏历秋历冬 四个季节的变化 明白吗 所以这个我在上一次的直播里面 就有画图表了 你们就比较容易明白 我这样子讲你们可能就比较难明白 因为没有图表可以想象 看回去我之前的 看回去我之前的历春开运的直播 它里面就很清楚告诉你24节气的重要性 但你要知道历春 你一定要知道24节气的重要性 它非常重要 因为历春就是生效变化的重要时刻 也是新的一年的开始的重要时刻 所以不用在乎正月初一过后 有没有历春 不用去在乎它 因为根本没什么关系 最重要就是历春开始在即时 正月初一只是一个节日 它不是一个节气 没有任何代表性的东西在里面的 所以要搞清楚这一点 OK 搞清楚 苦口婆心教了很多 还是有人会问这个问题 更好笑的是 报三也会这样子写 他应该仔细的分析好来 所以如果有机会我写 我一定好好的去写 只是没有时间去写这个报道 有机会可能 好好的分析一下吧 OK 明白 所以我们不要有这些知识上的问题 OK 来到这里 其实今天我是想跟你们分享水晶的 讲太多历春的东西 我现在准备了一些水晶 给你们分享看到吧 看到吧 因为我去东海回来了 大家都知道我去东海回来 感觉上好像回来很多天了 其实才回来几天罢了 因为可能每天我都在忙 所以一回来气候的变化 因为那边是冬天 回来到这边是好热的天气 OK 那我们这里也没有分春夏秋冬了 就是贴气残念都是这么热 所以马上就回复过来了 对我来说 因为我们太适应了 所以在这边 我在中国那边 东海那边也带回来的一些比较特别的水晶 比较你们很少很少见的水晶 我先跟你们讲一下 这个Super 7超级气 超级气 大家都懂Super 7吧 Super 7在上一次很多时候 我都有介绍过给你们 这是Super 7看过吧 Super 7超级气 OK Super 7看到 OK它为什么叫Super 7 因为它有七种 里面有七种共生矿 分别是有纸水晶 漂亮吧 你们看一下 其实我要这样子给你们看 这样看会清楚吧 OK这是Super 7 可能有些时候看不到 有纸水晶 有透明的白水晶 有茶晶 有一点点黄灵铁矿在里面 还有金红石 有时候你看到它里面有一点一点一点 一时一时金色的 那是金红石来的 我看一下在哪里 看到吗 看到吗 一时一时金色的金红石 还有真铁在里面 还有就是一些纤维铁矿在里面 所以它叫做Super 7 它有七种矿物质 七种不同的水晶能量 所以大家都比较熟悉Super 7 谁没有看过Super 7 看过吧 OK 那Super 7它是非常的棒 所以你看到它有时候有一点茶晶在里面 它有一点茶色 看到吗 旁边这里这个是茶色的 OK 它能够修复 能够减压 所以Super 7其实蛮好的 是能够减压 强化我们的灵性 我们人有一些灵性 所以很多人带了Super 7 真的能量很强很强 因为它的确能量很强 偷偷带下去有些人会比较容易头晕等等 因为它要跟你去感应对应 会有一点点这样子的感觉 但是不用紧的 你放着多一下子再来带 带来还会有这样的状况 你再克服它一下 再放着再多一下子再来带 然后直到带了可能几天 你会有一种头晕的状况 然后过后你就OK了 你就可以跟它对应的是蛮好的 除非有发生到好像有呕吐 真的很不舒服 你才停着 然后等你身体再健康一点再带 要慢慢去跟它去 去好像我觉得很像跟它去打打仗 这样子一点去玩这样子 就放着它 然后真的不行 你就放着 然后带着了一下子觉得还是不行 你再放着 慢慢去跟它感应 所以它是一个蛮强的水晶 但你跟它带惯了过后 你会发现到这个水晶能够带来家庭圆满 还有感情 对爱情也是蛮好的 修复感情也是很好的 还有修复我们受伤的心灵也是蛮强的 然后Super7大家可能比较熟悉 这一个你们可能就不熟悉了 这个叫做彩 Super7叫超气 超级气或超气 另外一个在我手上 另外一个 我这样子翻给你们看 这样子翻 下面那条看到吗 下面这条你看 你猜是什么呢 跟Super7很有关系 这一条下面这条 看到吗 是不是跟Super7有一点像 只是更浓的 它的颜色更深一点更浓一点 有一点像PC 它颜色告诉你超漂亮的 有一点像PC 这个叫做彩超气 彩是colorful的彩 彩虹的彩 彩超气看到吗 彩超气 彩超气里面含的东西也是一样的 分别是纸水晶透明水晶 茶晶呢 还有黄水晶 环瓶铁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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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金红石 还有真铁矿 还有一个纤维铁矿在里面 它是一样类似的东西 但它的含量更更多更浓 所以它导致它没有像Super7这么透 可是因为它的含量更浓更多 它叫彩超气 彩超气 带起来很漂亮 因为颜色很鲜艳 跟PC有一些相似 但是不是BC 它是Super7彩超气 彩超气 Rambo Super7彩超气 OK 所以看到吧 能量很强的 超气气里面都是一定会有纸水晶的成分的 一定会有纸水晶成分 OK 还有就是金红石的成分 金红石的成分才能断定它就是Super7 所以它一定要有金红石的 金红石是一条一条一条红色的 那个 所以我们都是用显微镜 用放大镜 用很仔细的去观察里面每一样东西 所以这个彩超气就是一个新品种 而且很有限 含量 产量非常非常少 我告诉你我也只有几条 也不多罢了 所以这个就是我这次从东海特地去找 带回来的彩超气 我告诉你超美的 有机会你过来我的店看 你自己去设计 而且很有限 只有不多的 只有不多的 OK 我这里有两条给你看 这就是彩超气 是不是有点像BC 可是它并不是BC 它拥有Super7所有的含量 然后更浓更强 所以它的功效什么都比较加倍的 漂亮 真的很漂亮的 带着 而且没有人带过 我相信很少人带 在马来西亚应该没什么人带过 OK 彩超气 很多人是第一次见过 我告诉你 我在那边看到它的原石 然后看到他们在那边磨 这些东西 因为产在那边 我没有带你们去产看 不要给你们懂这样多 所以这些东西有些时候我自己去看 自己去研究 OK 看到吧 漂亮 彩超气 彩超气 很美很美的 它跟Super7是同一类型 只是它的能量更强 因为它更浓密 它含量更高 这就是非常重要一点的 OK 所以非常漂亮的彩超气 我很喜欢告诉你 好漂亮 所以你自己拿灯罩 这些你要拿灯罩 你才可以看到它的美 才可以看到它的美 所以这个就是蓝月观石 OK 可以吗 清楚吗 彩超气的 一样一样 给你们去问问提一下 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下一样东西 这个是蓝月观石 蓝月观石 你看到它散着一点蓝观吗 蓝月观石 这个是蓝月观石 OK 蓝月观石 要某个角度 你才看到一些蓝观 蓝月观石 看到吗 OK 蓝月观石 OK 看到吗 可以吗 OK 蓝月观石 我们在月观石里面有很多种 有灰月观石 有什么样的月观石都有 有好多种月观石 但是很少见的 很罕见的有一种 这个也是月观石 这个 对吗 看到月观石 这个是黑夜观石 你看到黑夜观石 本身也是散着蓝观的 看得清楚吗 黑夜观石 你看到某个角度还是看得到蓝观的 看到吗 前面这里有蓝观 看到吗 清楚吗 这个叫黑夜观石 黑夜观石也是很漂亮 很少见 我拿到的数量也很少 我看不超过十条 我也只有这么多 那黑夜观石和蓝月观石 各有各的没有 我告诉你各有各的没有 都是散着蓝观的 都是散着蓝观的 看到吧 都是散着蓝观的 看到哈 都是散着蓝观的 黑夜观石 当然它的功用跟蓝月观石有点类似 但是它能够增加什么 增加神秘感 增加神秘感 然后能够让大家更加注意到它 看到吗 它的蓝观 这个角度还看到比较清楚一点 OK 它就是散着蓝观 几乎每一粒都散着蓝观 非常非常的漂亮 这个就是黑夜观石 能够帮助我们睡眠 能够帮助感情 帮助爱情 让你一些神秘的光芒 让你自己散发出神秘的光芒 所以你就像月观这样子 所以让人家想要靠近你 又觉得你很神秘很高贵 它是非常高贵的一种水晶来的 然后当然月观石本身就是 我觉得是我们睡眠 帮助睡眠有很好的水晶 所以是可以带着睡觉的 然后能够让你梦到你想梦到的东西 也能够让你梦到你要的答案 所以这就是有时候当我有一些解不开的东西的时候 我就会用月观石来 来代替 我就会用月观石来代替 所以经常当你看到我在带着月观石的时候 就是我想要做梦了 OK 当然要有感情 好的感情 运也是可以带蓝月观石的 它也能够让夫妻感情很好的 所以黑夜观石很少见吧 没看过吧 今天介绍你们新东西 那么再来呢 这一个呢 这个你们猜猜是什么呢 这个我万地带灯 这个需要用灯罩才看得比较清楚一点 我的狗在咬我的地毯 Abi Abi 不可以咬 乖乖 OK 然后 这一个呢 就是这个你们看一下 你们猜猜看吧 这个让你们猜 这是什么呢 猜到吧 猜到送给你 开玩笑呢 不能送耶 这个我也是很少量 看到吗 我近期里面一直在找的是这个 这个是 我一直在找机关23 机关23 你们知道机关23 它的功用也很多 因为它有23种能量在里面 Aurorite 23 机关23 机关23它非常棒 可是 这一款机关23 跟我 我之前的机关23 有一点不一样 这个是机关 紫钛 机关 紫色的钛金 所以我开灯 看一下它会清楚吗 因为它没有灯 它照不出它里面的东西 所以我们需要灯 我看一下 可是你这个你们这个角度 应该也是比较难看 你们也是比较难看 有机会你过来我的店 因为它是蛮特别的 机关 紫钛它是机关 机关手链里面 它每一粒里面 基本上都有钛金的成分 也是非常少见 非常漂亮的 这是我这次去看到 哇好漂亮 那它的原石也不多 所以做出来的也不多 所以有时候一些水晶 它有共生矿在里面 尤其是钛金片在里面 里面每一个都有钛金片 然后你用灯去照的时候 它是紫色的 所以叫紫钛 钛的意思就是钛金的意思 所以这个叫机关紫钛 它跟你平时看的机关23不大一样 它加了钛金片下去在里面 而且是它自然的钛金丝 它是紫水晶的结合体 所以它是非常非常罕见的 它能够开发我们的智慧 帮助我们思考 增加记忆力 还有就是 它其实它散发出来的一些能量 其实蛮强的就是 机关23为什么 我有很多顾客带了都会觉得头晕 头头带的时候 而且很多出现很多不同的反应 因为它能量太强 然后它发出来的声音也很奇怪 有时候我喜欢听它的声音 那么这一个水晶呢 帮助我们聚财 对财运、事业、权力、地位 有很强的功效 所以有时候你看我带机关 就是我要低位、权力 它能够帮助我们对应气脉轮 很多的脉轮 眉心轮也能够对应 我们的喉轮也能够对应 它能够对应到很多东西 所以它帮助我们提升 我们的事业运、工作运 然后让我们更加有才华 更加被人家欣赏 或者是更加突出自己 非常非常漂亮的 机关、紫、紫色的紫、太金的太 机关、紫、太 这四个字你们去查一下 或者是了解一下关于这个 然后它会变化 颜色上它会产生变化 跟我们的气场产生变化 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水晶 所以如果你在 如果你在人群中你想要突出自己 或者让别人觉得没有存在感 看得到你的话 你可以带着一个 它就是让你stand out 让你shining的一个很好 能量很强的一个水晶 然后增加你的执行力 增加你的思考力 增加你的勇气、信心、power 所以这个就是机关 子太的好处 机关23本身也有这些好处 但机关子太更强 因为里面有太金 太金本身就是我手上带的太金 这个太金 太金本身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功效 让我们更强 更有领导力 更有power的 然后它在机关里面 就有这一个东西 又有23种能量 加多一个 那就是太金的成分 在里面更加更加不一样 所以 不是每个人都需要 我觉得机关姿态 可能就是有失业的 或有野心 有抱负的 想要突出的人才需要 如果你只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 我觉得太强的水晶 这对你可能是一种负担 不是每个人都需要的 所以我们看着它的功效来带水晶 才是正确的 除非你是特别有收集水晶的4号 比如说像我这样 我特别喜欢收集 每一款我都要有一种 所以越特别的我就要越收 除非我们是 我们是有特别的兴趣 你才去买 要不然的话 我是觉得 你经常带着 而你是做家庭主妇的 带着太强的水晶 有时候很容易 跟你的另外一半吵架 或者是 会去想去跟人家吵架 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所以就不大 所以带水晶还是询问一下 看一下自己适合哪一种 那以自己现在所在的位置 然后抬去配你要的水晶 不是随便带的 不是什么都往你身上带 我曾经就看过一个顾客 一个 不是顾客 他也是又来我的水晶能量厂 手上带的水晶 我告诉你 从这边可以排到这边来的 这水晶 带这么多水晶 左右手都带 那我看到他 我差不多要晕了 我就想 如果带到这样子 我应该会晕 所以水晶不是这个样子带的 你最多带三条给你是很maximum 不可以带到 从这边带到这边来 整条手都是水晶 不可以这个样子带的 它会产生打架 它的能量太强 它对你来说是一种负担 然后你自己消化不到 那水晶的能量不可以这个样子 它还是有限的 有限的 然后不可以乱带 不要一个带火 一个带水这样子 它就有很多打架的在里面的性质 而导致到你自己都觉得不顺 所以有些人为什么带水晶带错了 运气反而不好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 怎么正确的带水晶 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 我就会在接下来慢慢做一个水晶讲坛 再重新教你们 好久没做水晶讲坛了 好久没教大家了 你们很怀念吗 要不要再做水晶讲坛 所以我们就来慢慢的一种一种水晶的学习 看你们的反应吧 如果你们有多一点的要求 我就会做 ok 因为接下来我比较focus在风水讲坛 因为很多东西在风水上要跟你们分享 因为新年要到了 我们趁这个新的一年年尾结束 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 赶快去抓紧这个时间段去转运开运 做一些变化 让你在来临的周年里面 好好的 好好的提升运势 让你一年比一年更好 这就是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得到的 大家都能够做到 因为我相信我自己一年会比一年更好 我们把一些不要的 我们把一些不开心的事情 就过去的 就让它过去 接下来我们人就要把握未来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 只要你有活着 你就有改变命运的机会 只要你还福西 你都能够改变命运 所以不要被过去的一些东西绑死 或者是一些不开心的事情 而一直牵绊着一年 待着过去一年 再这样下去 人生很短 我们一直在倒数中 所以我会 包括我自己也是一样 我也是在鼓励自己 我也希望自己突破 自己改变 弯掉一些不开心的事情 我们一定要全部东西往前走 去珍惜身边的人 珍惜你爱的人 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跟你想说的话 你一定要说出来 很多人就不会去表达 那么等到后悔了 或者是来不及了 或者是很多状况发生了 所以就变成我觉得太迟了 所以我们人活在事件上 就应该把握时机 活在当下 我们人总是有改变命运的可能性 虽然有些事情你会觉得 已经注定已经无法改变 或事与愿违不能够改变 但是很多事情不都是在人为吗 所以我觉得 人为还是有着很强的一个力量 只要你有意念 只要你有信心 你想要突破你自己原本的生活 宽宽 你想要活得更好 你想要离开一些 离开一些不开心的事情 走向一些更开心的日子 更开心的生活 你就一定要勇敢的踏出第一步 新的一年来临了 所以一定要在新的一年做一些改变 OK 我相信我能做一些改变 我也相信你们能够做一些改变 好的 那么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所以分享了一些东西 明天我们在线上 明天我看一下情况 因为明天是我的公司 然后要跟他媒体开乐的庆祝 然后过后呢 回来如果不累的话 我才跟你们做直播 但如果很累的话 我就没有做直播了 OK 好的 就这样子了 谢谢你们的时间 晚安 拜拜 有什么疑问 你们还是可以翻上来的 OK 拜拜